本季批歌呈现了一场情感与合作的大考 选手们之间的合作关系和情感纠葛 让观众们热血沸腾 新的选组规则让各部落选择结盟 这既有利于强者联手 也会让弱者更弱 但没人预料到 苏小丁的离开让李久哲和董宝石情绪低落 他们的哭泣和拥抱成为本季的经典瞬间 而陈楚生和王耀庆的合作谈判充满戏剧性 两人的不同理解让谈判失败 在任何团队合作中 情感管理都是至关重要的 团队成员需要学会如何妥善处理情感纠葛 通过沟通、理解和尊重他人 找到合作的最佳方式 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经常面临类似的挑战 如何解决情感纠葛 保持团队的合作 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你是否有过类似的团队合作经历 如何成功解决情感冲突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经验 团队合作是一项需要管理情感的工作 尊重他人和理解他人是必不可少的 在P格3中 观众们看到了情感管理的重要性 但团队合作中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信任 没有信任 任何团队都难以长久稳定地运作 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经验和努力 在团队合作的初期 成员们可能会对彼此持有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这很正常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背景 他们需要时间来了解彼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共同的努力 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会逐渐建立起来 然而 信任的建立并不是一劳永逸的 团队合作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 他们可能会对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造成威胁 因此 团队成员需要不断地努力 确保信任不会被破坏 批哥三中 我们看到了团队成员之间的情感冲突和挑战 但通过有效的沟通和情感管理 团队成员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确保信任不会被破坏 信任是团队合作的基石 建立了稳固的信任 团队才能有效地合作 实现共同的目标 信任不仅仅是团队成员之间的基本要求 它更是团队长远发展的关键 一个高度信任的团队 其协同效应远超过单一成员的总和 这种协同效应 使得团队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团结 更能够迅速地找到解决方案 在团队合作中 我们需要管理自己的情感 学会理解和尊重他人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确保团队合作的顺利进行 当团队成员之间建立了稳固的信任 他们能够更好的协作 更有效地实现共同的目标 因此 在团队合作中 我们需要不断地努力 确保信任不会被破坏 你认为在建立团队信任方面 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 领导者的角色 在建立团队信任中至关重要 他们的行为 决策和态度 会对团队成员的信任 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个能够赢得团队成员 信任的领导者 往往能够带领团队走向成功 但信任的建立 不仅仅是团队内部的事情 团队的文化和价值观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注重诚信 公正和透明的团队文化 会为信任的建立 提供有利的土壤 而团队的价值观 如尊重、合作和共赢 也会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 然而 信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加强 在团队合作中 难免会出现误解、冲突和矛盾 这些问题 如果不及时处理 很容易导致信任的破裂 因此 团队成员需要学会有效的沟通 即使解决问题 确保信任不会被破坏 总之 信任是团队合作的核心 它关乎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 也关乎团队的长远发展和成功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团队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而信任就是这种合作的基石 只有建立了稳固的信任 团队才能够面对各种挑战 走向成功 怎样能够建立稳固的信任 领导者在这其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他们的行为 决策和态度会对团队成员的信任 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个能够赢得团队成员 信任的领导者 往往能够带领团队走向成功 但是 信任的建立并不仅仅是团队成员之间的事情 团队的文化和价值观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个注重诚信 公正和透明的团队文化 会为信任的建立提供有利的土壤 而团队的价值观 如尊重、合作和共赢 也会促进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 然而 信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需要不断地维护和加强 在团队合作中 难免会出现误解、冲突和矛盾 这些问题 如果不及时处理 很容易导致信任的破裂 因此 团队成员需要学会有效的沟通 及时解决问题 确保信任不会被破坏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团队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而信任 就是这种合作的基石 只有建立了稳固的信任 团队才能够面对各种挑战 走向成功 为了建立稳固的信任 团队成员需要与领导者共同努力 确保领导者的行为 决策和态度能够赢得团队成员的信任 同时团队也需要注重塑造诚信 公正和透明的文化 以及尊重 合作和共赢的价值观 此外 团队成员还需要学会有效的沟通 即使解决问题 确保信任不会被破坏 总之 信任是团队合作的核心 它关乎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 也关乎团队的长远发展和成功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团队的合作越来越重要 而信任 就是这种合作的基石 只有建立了稳固的信任 团队才能够面对各种挑战 走向成功 在建立稳固的信任方面 领导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团队成员也需要积极参与 综艺巨头的背后故事 芒果台的批歌三光影交织 在综艺市场的大潮中 芒果台凭借其精湛的制作技艺 推出了备受瞩目的批歌三 尽管在开播之前 关于节目的质疑声不断 但芒果台凭借其专业素养和丰富的经验 成功地化解了各种难题 再次证明了其在综艺领域的领先地位 芒果台的批歌三 无疑成为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觉盛宴 段落二 批歌三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 其中 郑家颖 许绍阳等六位选手 已经结束了他们的旅程 段落三 回顾过去的公演 徐良的离开 让人唏嘘 她的人气和作品都是无人能敌的 但在节目中 她的排名始终不尽如人意 我们都希望她的离开 是出于个人选择 段落四 关于第四次公演的消息 胡冰和魏巡的离开 似乎也在预料之中 他们在节目中的表现 并没有达到观众的期望 段落五 随着节目的进展 武功的分组和选取信息 也逐渐浮出水面 而从名单中可以看出 胡冰和魏巡并未出现 段落六 武功作为最后一次公演 将会有全新的分组和舞台表现 二十四位参赛者将被重新分组 展现全新的面貌 段落七 林志颖的团队选择了两首歌曲 分别是《侥幸者》和《裂缝中的阳光》 这两首歌曲都有着深厚的背景和故事 段落八 陈楚生的团队 则选择了《动物世界》和《他不爱我》 但据说 他们原本选择的歌曲 因为版权问题而被替换 段落九 王耀庆的团队选择了《毅然一爆炸》和《走卖田》 这两首歌曲都有着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段落十 胡彦斌的团队则选择了《飘洋过海来看你》和《违背的青春》 这两首歌曲都是经典之作 充满了情感和故事 段落十一 从武功的选曲来看 节目组在策略和布局上都做了深入的考虑 每个团队的选择都反映了他们的特色和策略 段落十二 0713团队在节目中的表现一直备受关注 虽然他们并没有像其他团队那样紧密合作 但他们各自的实力和人气都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的独特魅力为节目增添了更多的看点 段落十三 《飘歌三舞功》即将到来 每一位参赛者都在奋力拼搏 为了自己的音乐梦想而努力 观众们也充满期待 期待看到哪些选手将离开舞台 哪些选手将有机会继续展现他们的才华 《飘歌三》不仅仅是一档综艺节目 它更是一场音乐的盛宴和梦想的竞技场 在这个舞台上每一位参赛者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梦想 需要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淘汰环节对每一位参赛者来说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也是对他们梦想的试炼 观众们也为他们加油打气 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 此外《飘歌三》也展示了音乐的魅力和人性的光辉 参赛者们用各自的方式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 梦想是值得追求的 只要我们敢于面对挑战 坚定信念 勇敢前行 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个节目不仅仅是一次音乐的狂欢 更是一次对人性光辉的赞美